金曲的四十周年 自己今天特別開心 因為今年是金曲四十年 他們很誠意邀請我 因為其實我相隔差不多有十幾年 基本上都不會參與什麼班的典禮 但是今年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也是金曲的四十周年 今天來主要是去答謝香港電台 在1992年在我踏入樂壇的第一個獎項 當時是在1992年獲得《最有前途新行獎》的金獎 我覺得無論是讀書的年代也好 或者我是出來做事成為一個歌手也好 或者一個演員也好 我覺得應該要喝水思源 這個是最重要的宗旨來的 所以今次金曲他邀請我能不能夠出席 那我其實推了所有東西 本身有工作的你 本身都有工作的 其實我們比如廣告啊 其他東西啊 宣傳啊 小美就很明白 我們是一個不忘初心的人 所以大家都是要話不說就是答應 出新歌的話可能再參與一下班主 其實我是沒有什麼特別說去 班主典禮就一定不會再出席的 基本上 但是我覺得就不會特別去宣傳 我要不再出席 其實這麼多年不見我不出席 其實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是其實我重心其實一直大家都知道 我會是在電影的世界上面 會可能佔的時間會比較多些 所以但是在歌手的身份來講 其實都還是以一個我自己舉辦的演唱會 世界循環演唱會為中心 那有時候都會唱在電影的主題 都會的 但是出席就沒有時間的限制 因為唱片公司也都沒有一個說 不像以前 以前可能就一年要出三張唱片 其實現在怎麼會去 在這個樂壇裏面 其實不可能一年出三張唱片 其實你說 你們不參加獎題之後失色了 其實我覺得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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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那些 那很簡單 其實當時我們參與的時間裏面 有一班前輩都沒有參與 是吧 那我覺得沒有關係 就算我們現在這一刻我們不去參與 那也都有一班新人 他們可以去參與 我覺得最重要是 可能是因為時代轉變了 這個是事實 聽歌的渠道是比以前闊很多 變了可以 可能會變相來說就是說 參與去頒獎典禮的市民 可能跟以前反而有少許不同了 我覺得是這樣 今天下集會 來聊聊聊聊天 天